Hello,大家好,这里是吞家生活记的你问我答,我是吞爸 其实移民海外以后,相信很多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一定会是当地的物价是怎么样的 这个吞爸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们家一个月在雅典大概的生活花销是多少 那么这两天有后台粉丝持续在问 希望吞爸能够带大家去真正的超市去走一走看一看 一个是想知道一些物品的单价 这样保证心里有了数 第二更重要的是看看这边的超市 跟国内的超市卖的东西有哪些品类的不同 于是这两天偏巧就赶上希腊放开了外出的禁令 吞爸就带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 即使现在解禁了,出门肯定还是要再继续戴口罩吧 那我们先从阳台上看看,今天解禁以后外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吧 明显的车流人流要比平时多了很多 因为禁足以来口罩一直是这边的这种稀缺的物资 所以我们每次都会把口罩在太阳光下去曝晒 然后呢,也从网上学会了这种多次使用的方式 与纱布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自己的日常出门了 那好像这样,戴好的口罩,做好的防护 我们就可以出门了 因为今天是周一 上周呢,基本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 那今天呢,买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推着宝宝的车,当成行李车吧 现在出门终于不用再发短信报备了 离过一家很近 就有一个在希腊最常见的这个连锁超市 叫大眼睛超市 可以从这个logo可以看到 哎呀,吓我一跳 哦,是一个鸽子 这边满大街的都是鸽子 飞来飞去的 简直都快成灾了 虽然是已经解禁了 但是超市还是在限流 拍会儿对吧 这回可以看到 车上的人啊,车啊,明显增多了 连银行的提款机都开始排队了 前两天这里可跟闹鬼似的 一个人都没有的 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减肥 清亚子和亚麻子呢 用最好的减肥食材 清亚子250克不到4欧 亚麻子呢,300克不到2欧 我一般都带大眼睛来买的 那大眼睛超市 有一种自产的盐烤花生 非常便宜 不到一块钱一袋 然后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然后每次来到这边 都会拿鸡蛋回去 那提到盐呢 大眼睛有一种喜马拉雅的粉盐 非常便宜 减装的一公斤装才1欧多 即使是精装的也才2欧多一点点 不知道把这个弄回果 今天算不算贩卖私盐 不然还真可以代购做这个东西啊 来到这边呢 生活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呢,一定要装一装 每次都会在这边买一种鱼子酱100克5.4欧 这个吞妈呢,觉得腥吃不了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种成桶装一公斤的酸奶 我们一般都会到大眼睛来买 然后品牌呢,会比较全一些 价格呢,2块到4块不等 有时候会有打折 所以换着口味吃呗 其实味道都差不多的 吞爸的西方Engineer告诉我说 其实希腊人很少到超市来买橄榄油 因为觉得不够新鲜 他们都是拿着15升的大铁桶 跑到农场去现炸 然后打这种散装的 觉得更香更好吃 其实我感觉超市的橄榄油品质也是不错的 看这种X-Virgin特级出炸 它一升呢,单价也就在5欧左右 然后这边整个货架上 全都是X-Virgin特级出炸的橄榄油品牌 然后非常的全,可以任意选 价格呢,都是在5-6欧之间 并不是很贵 然后这种精面或者混合的橄榄油呢 会更便宜 价格从2欧到5欧之间 不过这种橄榄油就不要拌沙拉用了 煎东西会比较合适 那我们再看看鲜肉吧 牛腱子在很多超市不常见 所以我都是来大眼睛买的 现在呢,是9.5欧一公斤 嗯,降价了 原来都是10欧多的 然后在这里分享一个最伟大的发现 只有大眼睛油 就是9欧左右的 鞍蠢四只 平均一只2欧左右 比国内便宜 然后呢,也都是收拾干净的 回家烤起来非常小 看完了生鲜,咱再看看别的啊 然后大眼睛呢 是我们唯一找到有这种蜂蜜的 大家一定注意这个logo啊 这个分为三个阶段 一星,二星,三星 两星就已经很不错了 三星呢就是perfect 那这个呢,蜂蜜也就是两星的 所以它的价格也比正常的要贵很多 但只有在大眼睛我看到过这种有星级的产品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包装 然后这款呢是克里特岛的特产 是百里香蜜 记得如果这款产品打折 你一定要多买几罐 因为前两天打折的时候我就没有下手 回来就发现全都没有恢复原价了 最后是沙拉醋 然后我也都是到大眼睛 我基本上只买这一款 就是它上面也是有一个两星logo的 然后味道非常好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沙拉醋了 它的价格呢是在2.48欧 250毫升 那刚才提到的十种东西呢 都是我来到大眼睛超市必买的十种产品 那除了这些呢 其实大眼睛还有很多自产的品牌 这个都是会比较便宜的 可以看到啊 这种小扁豆一斤装的才一欧多一点 另外就是这种简装的调料 大眼睛也是非常的全 有地中海特色的这种香料 包括我们日常用的 紫然辣椒粉等等的都有 然后基本上都是在一欧上下的样子 不是很贵 包括前段时间 大家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洋柑橘 其实也在这边买的 只是今天好像卖完了 然后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的东西 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吧 是糯米粉 400克大概一欧多 能做糯米糕 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哦 然后疫情期间呢 我们很少去市集了 所以在超市居然还少了这个东西 它叫洋济 0.5欧一个 号称蔬菜之王哦 比国内要便宜很多 但是爱吃大白菜的朋友们可能要心痛了 因为这边2.4欧一公斤 真的很贵 好 那今天的采购就完成了 看看这些菜 大家猜猜多少钱 嗯 40多欧 这次呢 有些略贵主要是因为买了将近三斤的牛腱子14欧 否则这一车东西也只有20多欧而已哦 好 那现在买完东西就要回家了 然后继续消毒 然后准备晚饭咯 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口罩脱下来 防止二次污染 然后烧壶开水 把纱布拿下来烫一烫 这时候就发现之前剩下的酸奶塑料桶非常有用了 嗯 别夸吞爸 太会过日子哦 那烫完了纱布 然后别忘了还要给手消毒 疫情期间呢 我们都是用这种70%的酒精 然后进行消毒的 嗯 虽然现在已经解禁了 但是家里有孩子 一定还不能钓鱼清心 需要观望一段时间哦 好 那不知道今天带大家逛的超市呢 大家逛的过不过瘾 嗯 嗯 因为大眼睛呢 在雅典来说是一个中档消费的这么一个超市 嗯 之后呢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像Lidl的这种折扣性超市 去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也会推荐一些 嗯 在那边我们常买的一些东西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别忘了在下方给我留言哦